商场鲨鱼缸爆裂 15人受伤 地上留下大片鱼缸玻璃碎片 连小鲨鱼都放风了 如果逛街逛到一半 旁边的水竹缸突然爆裂 那可真是吓坏人了 中国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 火腹盛名的百货公司东方商下 一楼有个长7公尺 高3公尺 后20公分的超大观景鱼缸 前天晚上7点50分左右 鱼缸突然砰一声巨响爆裂 当时人潮众多 鱼缸爆裂时吓坏许多人 也隐瞒民众为官 我就路过 然后听到这个水一下子爆掉了 然后就一下子就爆了一些 然后水都出来了 还有贵姐被强大水流 冲倒站不起来 一个化妆品柜台 也倒下去了 服务员都是人家拉出来的 现场一片狼藉 警方也赶紧拉起封锁线 这场鱼缸爆裂事件 除了造成15人受伤 可怜的鱼缸里的三条小鲨鱼 也全部自娱备命 董新闻综合报导